被建制派議題就說 會參與審議 單拒絕港渠泰 今日連場大雨 天文台剛剛發出 今日第三次黃雨警告 公立醫院內科病床的使用率 再升到百分之一百十四 急症室求診人數就稍微少了 美國、日本和印度 在孟加拉灣聯合官員之際 解放官員青藏高原演練 告知展示實力 詳細新聞內容 四個立法議員被法庭裁定宣誓無效 觸發行政立法官緊張 政府的教育新資源撥款 有待明天財委會 根據年度最後一次會議通過 才可以在新學年實施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議員把握會議 非建制派議員就說 會參與審議這一項撥款 但拒絕透露取題 財委會剩下最後八個小時會議 會先處理三十六億元 教育新資源撥款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報讀非白大院後自知院後學士 報程的學生 新行年是否可以獲資助 似乎一樣 很多教師團體教育組織 都是向立法會議員作出這個呼籲 希望他們能夠盡早通過這一套建議 因為將會影響幾千名的教師 以及幾萬名 現在正在讀自知院校的大學學士 學位課程的同學 以及今年的高級民謹師 對於有非建設派議員說 資助應該獲展去到 法家資助大學的自知學士課程 林鄭月娥說 八大以往高度資助 但自知院校沒有經常資助 建議和政策不吻合 八大如果自己是想做一些自知的課程 透過他的品牌 以及因為可能有很多設施 都是共用 其實都已經是比自知院校優勝一些 所以我們做這個平衡工作是有需要的 非建設派議員剛剛開會 決定只會參與審議 排在二城第一的教育新資源撥款 但是他最透露審議時的策略 我們基本的共識是肯審議 因為我們知道 這項撥款是有很多的市民 社會是高度關注 記住我們在審議這項 我們仍然是很多同事 是限制了學生可以選擇 自由去選擇院校 這個是持有補求的意見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 如果撥款通過不了 教育局沒有後備方案 假如撥款10月後才通過 學校可不可以追回資助 他說未有定案 無線電視機者陳日思報導 至於議員被撤銷資格後的跟進工作 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會依法處理 從於立法會處理的範疇 政府也不會干預 好像大台鬧爭 我們都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線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協助 我們會繼續勇敢無懼 維護法旗 愧守滅罪 守護香港 我和很多打工者一樣 每天都搏到盡 退休 未想 強積根預設關係 但追討新春和修改議事規則 是立法會本身的權力 政府不會介入和干預 至於綜費和補選安排 就要依法處理 所有有關的跟進的工作 都是要依法辦事 如果在補選方面 我們不會做什麼特別的動作 更加不會誠人之危 落井下石 總之法律規定 什麼時候要進行補選 考慮實在的情況 我們就會安排補選的工作 要收的重費 也是法庭罰辭的一部分 我們也要跟進這個工作 建制派認為不應該考慮政治因素 合併補選較有效運用資源 如果選管會考慮政治因素 是不符市民對於選管會的期望 因為選管會需要專業公正地考慮 選舉的事宜 而作出合理的安排 一般相信 假如六席合併補選 最少兩席會落入在建制派手上 無線電視記者張家鴻報道 而這天的財委會議程 亦都涉及16項的公務工程撥款 建造業大員文呼籲 議員通過撥款 不要將民生事務作為政治筹碼 這個年度最後一次財委會會議 政府整合的八個審議項目 其中五個關於公務工程 涉及金額最多 是達到420多億的 中九龍幹線主業工程 其餘工程包括在沙嶺墳墻 建建骨灰瓢廁所 學展東沖新市鎮 以及三間新舊醫院的工程 16項計劃總值大約764億 涉及大約1萬個建造業職位 建造業大聯盟召開記者會 緊急呼籲議員以民生為重 這裏三個項目是跟醫院有關的 需要做擴建加建 我想沒有爭議吧 大家不夠地方住 東沖新市鎮的擴建 大家不應該有任何爭議 沒有任何一個項目 可以讓現在的議員 再拿任何藉口 去搞大部 大聯盟又憂慮工程延誤 會導致行業變陣 大部分大型的工程 將會在這兩年會錄做員工 包括高鐵、港珠澳橋 例如港島南線那些 如果新一批的工程 不能及時銜接到 工程量不足將會嚴重影響 大量的專業人士 以及技術人員的持續就業 推薦之母 大聯盟說 立法會之前的拉布 已經影響行內45萬人的生計 無線電視記者 黃德蘭報道 專題有其他消息 流感高峰期持續 公立醫院急症室 以及內科病床繼續爆滿 在基利沙白醫院急症室 非緊急求診病人 晚上要等超過2個小時 不用好像早上等7個小時 但是如果要轉入內科病房 就仍然要等超過15個小時 除了伊利沙白醫院 過去一個星期 明愛、廣華、北區、張軍澳和聯合醫院 這類病人都要等超過12個小時 而星期一到急症室求診 減少到超過5800人次 但是整體內科病床佔用率 就升到114% 部分醫院爆滿情況有改善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會與醫管局多方面協作 包括衛生署醫生在當值時間外 到普通科門診幫手 私家醫院承接部分醫管局病人等等 強調會全力配合 希望短期內改善情況 特區政府一定會全面配合 為醫管局提供足夠資源 讓他做上水工作 或是聘用一些兼職的護理人士 或增加一些額外工作時間的津貼 流感高峰期持續 由5月初到今個星期一 合共綠德279宗成人嚴重流感個案 其中189人死亡 超過八成嚴重個案屬甲型H3流感 另外有13宗18歲以下 而與嚴重流感個案當中生人死亡 無線電視機仔馬慧山報導 最初回來會報道 香港連續幾日有大雨 是與早前靠近過本港的熱帶氣旋 塔拉斯有關 未來幾日還有沒有大雨 稍後會詳細講一下 台中逢甲傷淵發生氣體爆炸 一死十幾日上 解放關係 青鑽高原進行洪營 分析尚順提中方 令公認公認公認九分而進行 下一次都喊之症 不容置排海獅 職業安全 宜察萬全 飲食業公有 使用刀具及機器時要小心及專心 地面要保持乾爽清潔 遇上滾熱的食物時要提醒防人 這齊原諾 再次就購入 這次都計算 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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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其他人 這個家是 喬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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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很多机场我觉得而且你这首善之都 你看出细节上你就看出你仍然是个落后 是你的时代落后在哪你发现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特征是衔接 你测量一个地区它到底的工业化程度是不是高效 我认为你可以看它一个环节和另一个环节的衔接 比如说有些事我在外国的机场从来没有碰到过 比方说我这个飞机从深圳飞到首都机场 你见过40分钟门没开吗 为什么门没开呢 因为那个百度车没来 为什么没有来呢 它明明知道这个飞机降落了 你看按说一个配合的系统是飞机降落车就来了 整个下旋梯还是就一个过程吗 这就是你这种地方经常能看出它是假现代化 就是它实际上在管理上存在这种特别的 就往往在这种衔接 我再给你讲一个我也碰见过 从香港飞北京 好半夜12点飞到 你有没有见过 好这个这个狼桥是通了 走到狼桥的尽头呢 那个大玻璃门啊 一个大街锁锁 没人开门 好我再给你讲一个情况 你可能也没碰到过 我有一次呢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之后啊 不是顺着走吗 好不该开的门很显然是开了 因为最后我发现我走走走呢 走到登机的安检口了 我怎么走在那儿往回走了 转机了 人家以为你转机了 这不是你不应该让我能够走到这里 你没有办法 往往在这种地方就看出你实质的落后 但它实际上的责任都是一个 都是具体的有些工作人员 在某些环节上失职了 造成错了 但是问题是你 一个一个单独的环节是没有用的 关键还是要有一个系统的投诉机制 比方说我们能够有个 买一个什么保险 中间出这种差错了 延迟多少时间了 中间什么飞机到了这个地方 没车接了 如果它投诉能够拿到 减回一些什么票价 或者这个总之航空公司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 问责这个事情才能改善 否则你在单独这样讲是没有用 我碰到过一个情况 飞到上海 飞机停在这个打机场的中间 下来没有车接 半个多小时 我还拍了 我还放到微博上去 结果车来了 警车 几辆警车 绳子把我们这些人 因为下来大家 半个多小时很烦躁 我们去哪里 看都看得见 进去的楼在那地方 不让我们走 警车速度之快 全部把我们包围了 就是运送的车不来 一点事情都没有 然后被关的人也高兴了 那就再拍来拍去 后来我就 旁边有个看上去像负责的 我跟他说这个事情 他那时候说 常常有 这没什么责任的 这没什么责任的 还有一条我真的借这个机会 投诉一下 也希望航空公司改善 就是中国的这个飞机 国内的飞机 比较多的频率 停在这个叫远机位 就停在机场的中间 他们也许安排不过 但是有时候我看到 明明狼翘位很多空 他也停在远机位 那么很多送 他停远机位 我希望他们想 假如一定要停远机位 一定要考虑 这飞机从什么地方来 什么季节 我已经不止一次碰到 从香港飞北京 这里二十多度 北京零下五度十度 停在机场的中间 那有个巴士的吗 有个汽车的吗 对 汽车半个小时才来啊 不来啊 然后这里的人下去 你知道飞机里 这个温度啊 你这一出去 你想要不生病 你脑袋直接把清流卡带来 对不对 至少远机位 你考虑一下 这种温差大的地方 尽量避免 对不对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对 一度要全线封闭 去到下午再落大雨 天文台又发出黄雨警告 台清区一个小时内 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 天文台预测 星期三与世会减弱 母线电视机者 随之不得 香港这几日连长大雨 可以套用 打风不成三日雨 这个说法去解释 为什么呢 以未来几日天气会不会好转呢 交给洛悠文讲一下 连长大雨是和热带气船 塔拉斯有关的 虽然它前日已经登陆越南 并且逐渐消散 但卫星云图上面见到 它残余的对流云团不断在南海发展 形成一场有一场的大雨 略特图见到 南海北部不断发展出雨区 并且向北横过本港 年路由于雨区的分布和移动方向一致 所以造成长时间有雨 再看看累积雨量分布图 由昨晚6点至金闻埃曼 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150毫米的雨量 由以新解冬的雨量最多 即将军澳、西贡、沙田和大埔一带 雨量超过200至300毫米 中央气震台预测 未来24小时 华南仍然有暴雨 广东西部雨量超过100毫米 到星期四的天气才会好转 不过由于接近增汇的时候 南海的西南桂后风再次增强 广东沿岸可能再有娱乐 解放军在青藏高原进行官事演习 并且加派战机和坦克进驻西藏 分析认为因应近期中印边境九分 向印度展示实力 外交部批评 印度军方将派人越境作为政策工具 一声零下 解放军部队无意向敌方阵地发炮攻击 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解放军日前 在海白五千米高原上演练的片段 突击队员用重机枪 火箭炮和逼击炮攻击敌方防御攻势 有以防空雷达锁定空中目标 并以高射炮击落敌机 报道说演练是为了提升部队在高原上的联合作战水平 内地传媒早前亦上载照片 显示一批解放军装备进驻西藏机场 包括两架空警500预警机 和多架殲10战机 分析认为解放军在西藏争兵和演练 是为了应对近期中印边境局势 向印度指示实力 中印两国石金段边界爆发越界争议 有报道说双方部队对视已经有大约一个月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批评 印方将派人越境作为政策工具 敦促对方停止 这次事件的实质是印军非法越过了中印边界 西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了中国领土 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强烈敦促印方不要把派遣军事人员 越过已定国界 当成他们自己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 某种目标的政治工具 北京早前说印度边防部队越界 阻止中方在洞浪地区收路 新德里就反控中国的边防部队越界 双方各执一词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轻报道 与此同时 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孟加拉湾 举行的一个星期海上联合困演结束 内容包括反潜作战、海上救援等等 名为马拉巴尔的联合军演 上星期一起在印度洋曼加拉湾海域举行 美印海军联同日本海上自卫队 合共派出18艘舌及100架军机 超过8千名官兵参加 是自1992年首次演习以来的最大规模 这次军演终目之处 在于三国各自派出航母或者准航母編队参加 包括排水量达到10万吨的美军航母尼米之号 印度唯一航母超日王号 以及日本直升机护卫艦出云号 三艘航母在曼加拉湾并列航行 象征加强合作 有分析认为中国近年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不断增加 美印日今次军演是有意宣制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发展 不过日本就声称演习无意针对任何国家 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或国家或国家 我们的心理 只是做训练 在视频中 的迁务 的技巧 的技巧 我们没有机会 美军司令也说 美國、印度和日本國屬於不同的地緣位置 舉行同類演習的機會難得 強調軍演是要加強三國合作 應對各種海上挑戰 無線電視記者黃真陽報導 台中馮甲商圈一間餐廳發生氣體爆炸 至少一個人死,15人受傷,包括一個孕婦 當局初步懷疑有人開風扇 吹散洩漏氣體的時候產生火花、人發爆炸 從目擊者拍攝的片段見到 餐廳爆炸起火,波及輪近多間屋和車 現場忽然傳出爆炸聲 不少人嘗試帶停泊在附近的電單車逃走 示範在台中馮甲商圈西安街一間餐廳 中52點多突然發生爆炸 由於正值午飯時間 十多人受傷送軟 包括一個孕婦和馮甲大學六個學生 四人傷勢嚴重 爆炸威力強大 有附近餐廳在爆炸一刻 大門亦都被氣流輕微推開 沒多久之後見到外面的人蜂蜂走避 當局出動二十多輛消防車 和近70個消防員到場開口灌救 大約半個小時控制火勢 出示餐廳所在 是一棟三層高建築物 另外頂樓加建一層 一樓經營餐廳 二至四樓出租套房 消防清理現場時 在二樓浴室發現一具女性屍體 懷疑是住客 台灣傳媒報導 發生爆炸的餐廳今天休息 員工在店內打掃時 聞到有氣體洩漏 懷疑之後開風扇通風時產生火花 引發爆炸起火 無線一次機制中介明報導 看美股表現 道指暫時跌了111點 報21518點 歐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數全線向下 其中巴黎和德國指數跌超過百分之一 恆指升了54點 報26524點 恆指期貨夜市積月跌了65點 成功是一萬一千多張 一斎斌你會說一下 旅遊是今年香港舒展的主題 很多人或者會丟起有旅遊的展覽 但是主辦單位說 還有其他關於旅遊的東西看 除了香港 日本部分地方亦都天氣不穩 好像東京就落寶 很辛苦 我們每天都搭電梯升升降降 但對電梯的安全要求 就要有升降降 新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已經實施 有關負責人 卻確保升降機和自動梯的安全操作 並有妥善的維修保養 條例引入新的準用證 以便公眾調查 同時實施工程人員註冊制度 進一步保障公眾安全 像兩個書籍說 我近年的藝術 我也不是在那邊 知道,不用啦 讓你們站在那裡 要去看你們 就收拾了 这种中药,清感冒的 讲你知,中成药标签及说明书法例已经生效了 法例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的标签 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製造商 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 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 那大家备用中成药就更方便和有保障了 你让你笑得我安心,香港全款保障委员会 要看世界级的几硬怪石,哪是裁飞机啊 让我带你去中国香港世界地质公园啦 由地质公园最紧要注意安全,最好由经验丰富的导游带领 大家亦都要小心收拾和松脱的石块 不要帮帮石柱或踩踏严重风化的蓝石 没有码头设施,就不要上岸啦 还有,千万不要拿走石块,或在岩石上同岸 要保护地质公园的自然景观啦 火警池如果屋外很大烟,就留在屋里面 如果徒生要带衣服,手机用来求救 毛巾用来掩住口鼻,减少刺激气度 门时必要时可以回到屋站地 如果徒生时见到楼梯有油烟,就要行李一条 如果所有楼梯都有油烟,就要放入屋 我们就留在屋里面 做好补物措施,等待救援 记住,火警徒生要带徒生散步 手机,毛巾,门尺 这衣服是100%组织 嗨, are you looking for a flat? 这衣服就要选择了 这衣服才能 completion 本来是体肾, 是 redistribute 可以帮助用你的细织? 是的 你们为何可以这么自信 和顾客沟通又为何有这么好的呢? 无论做哪一行都应该学好英文 不断进修才能在工作上争取到发展机会 英语增值,事业出色 回来者这些新闻 一年一度的書展明天開始,年度主題是旅遊 最辦單位說除了買書,還有展覽,帶大家由其他角度去感受旅遊 未能夠行萬里路,可以先去書展讀晚卷書 為了配合今年書展的年度主題旅遊 不少參展商都將不同種類的旅遊書籍放在當年的位置 今年會多了的大概10-20%的種類都有 以往比較少入開的冰島,我們都有入貨 旅遊文學類也都有,因為今年其實都比較多一些作者會寫多了這類的書 今年書展的文藝郎也都配合主題 介紹了香港九位不同背景的旅遊作者,也都展出了一些旅遊紀念品 我們不是想推廣旅遊指南,不是想推廣旅遊指南 但是每個不同身份的作者,有些是歷史學家,有些是極地的探險家 有些是戰地記者,有些是歷史學者 他們去遊玩的地方之後,體驗跟普通人的體驗有些不同 可能會看到一些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層面 今屆書展一月往年,一年七日舉行 一共有670個展商參展,規模是歷年最大 成人票價25元,中午12點之前入場只需要10元 小朋友就劃一收10元 茂法局說去年的統計顯示,市民全年用1800元買書 其中一半就是用在書展 茂法局希望今年的入場人次會突破去年的一百零片萬 也都相信近期天氣不穩定,不會影響市民的入場意欲 茂法局也都提醒市民,如果天氣惡劣 要留意大會的公佈和安排 毛斯電視記者,梁卓茵報道 一個校巴公司的男董事,涉嫌違反《雙品說明條例》被海關拘捕 校關人員下午在馬安山一間幼稚園外登上一間校巴 要求司機開車去到北角海軍總部協助調查 之後再去到位於紅磡的校巴公司,抓了45歲的男董事 校關早前接獲舉報說,校巴公司聲稱校巴裝有定位裝置 校長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追蹤校巴和監察學生想下車的情況 但經調查,公司未有提供這些服務 就到冷空氣影響,日本廣泛地區天氣不穩 多處持續暴雨導致河水泛濫,而東京亦都出現冰雹 東京池袋出現狂風暴雨,更加夾襲冰雹 日本氣象聽說,受冷空氣進入關東上空影響,天氣不穩 多過地區不少人都說,在下午3點過後見到落伯 上野情況亦都一樣,由於地面滿部冰雹 木路交通一度嚴異,大約17,000人受影響 日務里有民眾下午開車期間,亦都拍到被冰雹敲打車窗和車身 部分冰雹好像冰雹波那麼大,有岩旁被打穿 報道說,車站月台的頂部亦懷疑被冰雹敲爛 而在中部的新色縣持續暴雨,部分街道水浸 大雨導致河水泛淋,洪水湧入附近一間學校,大批學生被困 京都、大阪等地亦都下雨 京都市復健區附近1小時內,錄得近90毫米降雨量 氣象廳警告,惡劣天氣下可能出現生泥傾瀉 低瓦地區可能嚴重水浸,當局下令福島縣和新色縣 部分城鎮,超過5,000人疏散到收容中心站備 無線電視記者封印明報道 版圖覆蓋武裝分子控制的頓列茨克和勞金斯克 除了克里米亞之外,烏克蘭的其他地區 習克爾禽科聲稱,建國有助解決目前烏克蘭的困局 他們會草以憲法交由人民去表決 2014年初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 控制頓列茨克的武裝分子一同有意拼入俄羅斯 但俄方未有接納,武裝分子持續和加蘭政府軍衝突 到現在超過1萬人死 西班牙竹總主席韋娜涉嫌貪污被捕 被捕之後的韋娜在警員陪同之下 回到首都馬德里的竹總總部 警方展開的反貪行動,拉了韋娜,她兒子和兩個竹總的高層 他們涉嫌舞弊和詐騙和欺詐 警方有搜查竹總的總部,一間地區的足球機構 和和被捕人士相關的企業和住宅,並且檢守文件 67歲的韋娜,1988年開始擔任西班牙竹總主席 她目前也是兼任國際竹協和歐洲竹協的副會長 當局懷疑她安排西班牙國家足球隊和其他國家隊比賽 換取對她兒子得益的商業協議 警方去年收到投訴後展開調查 問題又放棉,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 星期五開始一連三日舉行 李若奧運的金人排得主都會來香港參賽 蔡依惠鴉就進行了首火操練 至少人城市場地下降 可以進行一步 入關於這期間 對我來說,快要在馬來 做出一步的地方 進行的車內 明擺藏 我還是要去打壓 我還是去打壓 我還是要去打壓 我還是要去打壓